这次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是 共同安全持久和平 聚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来自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团 共义 共商 共促 安全合作 我认为这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在国际安全领域宣介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个实际的行动 这次北京香山论坛肯定也会讨论一些热点话题 当今的八以冲突升级 中国呼吁的是停火 止暴 当然有一些国家主张是相反的 您觉得这不同的主张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个八以冲突啊可以说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原因 这个我们对八以冲突的态度 我讲啊归纳起来就是三点 第一点坚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和纠纷问题 第二个态度呢就是坚决反对战争升级 第三个我们的态度就是说呢 这个坚决反对啊 有的国家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拱火交游 推波助澜 挑是非 我就想问呢 你这些国家 你是希望八以双方战争还是八以双方和谈 我就才还想问呢 你是希望啊世界天下太平还是天下大乱 还问这个国家呢 你是希望呢 这个维护盟友还是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安全 那近期呢 菲律宾平民在中国的南海挑衅 之前呢 中国一直在说域外一些国家在干涉这个中国的南海问题 那当然了 这一次美方也出来 声援啊菲律宾 这一次北京相关论坛 中国的南海问题应该得到怎么样的一些讨论 怎样解决这些分歧和纠纷呢 我们的态度是两点 第一点 就是呢 要遵照 已经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和正在积极推进的 南海行为准则 采取两轨的方式 两轨的方式 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进行解决 第二个呢 就是坚决反对 域外国家 插手 美国就是这样啊 挑事 这样造成的南海 不稳定 我想菲律宾当局 第一 不要呢 跟随美国 狂妄自大 这是误判战略行事 第二呢 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 坚决捍卫 国家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 坚定的决心 和坚强的意志 这一次北京香山论坛 由美方代表参加 您作为这个中国的 学者专家代表 您想跟美国的同事 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我想啊 这个美国 无论是他的官方代表 还是他的学者代表 不论级别高低 不论人员多少 都是论坛的客人 我们都热烈欢迎 我作为呢 中国 第十届 北京香山论坛的 这个军方的 专家学者代表 我也想啊 给美国 代表 说几句话 特别是关于 中美两军 关系的问题 我想第一啊 就是要充分认识 中美两国 两军关系的 极端重要性 中美两军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二点呢 我认为啊 应该切实落实 中美两国元首 达成的 重要共识 第三呢 美方 要坚决纠正 干涉中国内政的 破坏中国核心利益的 一切行为 特别是 在涉及到 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等等 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 这方面 立即纠正 并且保证今后 不再出现 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国核心利益的 行为 只有这样啊 中美两国 两军的这个关系 才能够正常发展 来说这个地方 就算了 这个地方 可要给你 推荐心来 我后来 第三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